美国是一个公认的军事强国 引领着各类先进武器装备发展的潮流 不过在近年来 美国许多先进武器装备 都被我国所赶超 其中被称作蒸汽机的空警 2000更是领先了美国预警机整整一代 并且还创造了世界预警机发展史上的9个第一 累计获得数十项重大专利 而它的诞生可以说是美国一手造成的 这究竟是怎么议会事呢 长期以来 各种先进武器装制造技术 都掌握在欧洲军事强国的手中 他们甚至会联合起来 对新兴军事大国实施技术封锁 以确保自己的军事优势 预警机技术就是其中之一 提起作战飞机 许多人率先想到的应该是轰炸机 战斗机 但其实现代空战中 预警机也尤为重要 它不仅是眼神灵力的侦察兵 更是空中率辅预警机 具有全套远程预警维达系统 能搜索监视空中或海上目标 指挥并引导几方飞机执行作战任务 成为各国实现空中作战 现代化的核心预警机 市集情报探索 指挥控制 通信导航 电子对抗 信息传输一体的大型综合电子信息装备 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 要想赢得空战 不仅需要装备 一款乃至多款先进战机 预警机同样重要 这种飞机可以发挥空中指挥所 作用 利用自身搜集的战场情报 统一指挥附近空域的战机 堪称空战的战力 被增弃伊拉克战争期间 美国多次通过预警机 提前发现敌人的行动 获得足够的反应时间来制定反攻计划 被动变为主动 现代预警机由于其突出的战略意义 已成为体现国家科技水平 和军事实力的不二选择 被称为空军司令部 所以拥有一款属于我们自己的预警机 是述在中国雷达工作者的梦想 但我国的预警机研发之路坎坷波折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立项研究 但因技术限制未能成功 到了80年代 机载雷达技术有所突破 为更早实现目标 1994年 我国与俄罗斯和以色列达成三方协议 由俄罗斯敌方机体以色列提供雷达 我国开始与以色列合作 双方约定共同研发 各自负责不同的系统 此次两国合作的主角就是费尔康预警机 这款预警机是世界上第一款 相控制雷达预警机 性能较为先进 但美国不愿意看到 中国军队获得先进的预警机 在美国的施压下 以色列最终撕毁了与中国的合同 但塞翁施马 言之非复美国的施压 以色列的毁约 坚定了我国发展国产预警机的决心 在我国多家研究院所夜以夕日的公关下 控警2000预警机成功列装 在失去福尔康预警机之后 我国靠自己造出了一款 比福尔康更先进的预警机 控警2000预警机的最大起飞重量 高达190吨 最大航程5500公里 续航时间超过12个小时 可同时跟踪60到100个目标 它的出现一举创下 世界预警机发展史上的9个第一 一次性拿下了30多个专利 突破了100多项重要技术 这些都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成果 控警2000是中国研制的一款 大型先进预警机 这款预警机的研制平台 是以1276为平台 在这款预警机上 中国加装了非常多的先进设备 使这款预警机具备非常高 信息化水平 预警机与战斗机一样 同样有性能优劣之分 衡量一款预警机性能有三要素 一是雷达探测距离 这是预警机的主要作用 探测距离远近 直接决定预警机的性能 二是制控时间 这个主要指预警机机体平台的性能 制控时间越长 意味着预警机可以进行更大范围的空情探测 还有一个是飞行高度预警机 飞行高度越高 探测距离也就越远 空情2000就是符合这三要素的优秀预警机 毁约后 以色列向我们赔付了3.2亿美元 还有一套N计划 作为测试的预警机雷达系统也留在 中国面对强敌封锁之下 我国重新开始独立自助研发国产预警机 以这套留下的雷达系统为技术模板 当时我国就开始了争气机的研发 其以可想而知 研发任务由重点38所负责 38所所长王小摩出任总师 负责总体规划和技术支持 空情2000预警机就是王小摩院士 在原有的费尔康预警机雷达预警系统基础上 进行的国产化和改进成果 空情2000的雷达天线直径有14米 对战机大小的目标最大 探测距离从400公里增加到470公里 而从空情2000的飞行高度来看 能够达到8000到1万米的高空 在这样的位置 意味着预警机的雷达能够看得更远 能够对更大范围的目标进行探测 另外预警机不仅需要负责探测战场 收集情报 还需要充当空中指挥所而 想要发挥好 指挥所的职能预警机 就需要拥有强大的通讯与数据链配置 配备了国产数据链的空警2000 能一笔话音引导高2到3倍的效能 向中国战机提供海量战场信息 在战场上 这样的信息传输差距 足以对战争的胜败产生巨大的影响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中国的空警2000 曾经在东海与美军的一批三型侦察机发生对峙 在对峙中 中国空警2000向美军的三架侦察机 发出了电子干扰 结果造成美军侦察机出现了频率失调的现象 对于中国使用的这招 美国侦察机迅速就离开了东海飞往美军的军事基地 对于电子战系统有些预警机会安装 但是有些预警机就不会安装 在中国的空警2000预警机上 则安装了电子干扰系统 而且是安装了大功率的干扰系统 所以依靠安装的大功率干扰系统 才能够对美军的侦察机造成巨大的电子干扰 从这份报告中也可以看出来 中国空警2000的电子战能力确实不一般 预警机若想具备电子战能力 必须是较大的机体平台 才能够满足各种设备 对电力等资源的需求 而且同时进行对空探测 和电子作战需求非常先进的航电系统支持 因此 并不是大型预警机就一定能具备电子作战能力 如英空军的费尔康预警机 就不具备电子作战能力 若在空中与空警2000相遇 必定会处于下风 2008年 汶川发生7.9级地震 空警2000预警机率先投入救灾行动 为灾区人民带来生命的曙光 2009年到2019年10年的时间内 空警2000共济就四次出现在我国的阅兵仪式上 向世界展示中国人自己永攀科学高峰 而夺得的成就预警机技术领先美国 我国防空迎来划时代变革 美国阻挠中国 以色列和俄罗斯三方合作 本机在打断中国预警机技术的发展 但令美国没有想到的是 中国国产的预警机不仅顺利横空出世 更在性能上发展到了令美国都望尘墨迹的地步 可以说我们的空警2000 除了360度全方位探查 还可以进行海陆空的全面监控 而且还能同时指挥几十架战斗机攻击 这样的一款全能预警机 一出来就创造了世界预警机史上的九个第一 一次性拿下了三十多项重要专利 突破技术一百多种 是全世界看得最远 功能最多 系统最复杂的现代信息化武器之一 它是继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工程之后 又一项国字号工程 它的出现对我国新时期国防科技领域 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目前 我国是拥有预警机种类最多的国家 虽然在数量上次于美国 但功能却比美国强大 中国的预警机 一开始就被美国百般阻拦 在我国众多科学家的带领下 我们更是直接超越了美国 你不让我们买 我们就自己造 而且还要造得比你们更好 据报道 空警2000延程后更先进的空警500预警机 被中国军工人员就研发出来了 这是以运酒运输机为摘体表 即空中预警和指挥控制于一体的全天候预警机 不仅可以同步跟踪监视和管理多维度多批次目标 还同时能引导多余多层多批战斗机 对锁定的目标实施差别化精确 打击最大起飞重量可达77吨 巡航速度每小时550公里 是中国研制的第三代预警机 尽管空警500的体型航程小于空警2000 但作为研发时间稍晚的一款预警机 空警500更能体现 我国在雷达和信息技术领域的突破 据悉空警500的基载雷达采用了全数字阵列技术 内部原器件也由于空警2000的基载雷达 这使得空警500具备了十分强悍的探测能力 同时空警500的信息化水平也高于空警2000 中国官媒宣称空警500预警机领先 美国整整一代 今后我国预警机的发展将取得更新的技术突破 主要是进一步提高发现跟踪超低空目标和小型目标 如导弹以及隐形目标的能力 增强抗干扰能力和对付反复射导弹等刺猬能力 减少雷达天线的飞行阻力和机身对齐遮挡 减少电子设备的体积重量 提高其可靠性 以促进预警机的小型化 我国还将利用越20大型预输机平台 改进新一代大型预警机 同时突破航母舰载预警机研制难关 为我军空中远程作战力量和海上机动作战力量的快速发展 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中国自主化研究出来的预警机处于世界领先的水平 这意味着 我国的自主研发能力不容小觑 中国的预警机实现国产化 再也没有国家可以对中国进行封锁 因为就算是离开了他们的合作 我们也能靠自己探索 并且中国研究这些武器 从来都不是为了挑起战争 而是为了守护和平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每一步都走得艰辛 经历过一段动乱黑暗的年代 我们深知和平来之不易 也因此我们十分珍惜眼下的和平环境 我们比谁都知道战争的酷 也正是因为如此 我们才迫切地变得强大 以求有能力在这年代中自保 沉睡的东方雄师已经苏醒 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这种东方精神是西方人永远也搞不懂的 因为他们不知道从低谷上爬过来的 我们又怎么可能会畏惧逆境呢 未来空军500将配合我国航母战斗群 形成一个电磁巨型网络 从而增强我国航母的整体作战能力 在我国的海域形成一道巨大的电磁屏障 对中国而言 预警级技术的发展将使我国未来的国防发展更有自信 作为一个自古以来就热爱和平的国家 我们发展军事技术的目的 不在于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我们下期见